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求真以及求善这两本书的作者 想要追踪院教授的动态 只要到Facebook搜寻院举证的证举院 就能关注他的动态 听完节目后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Podcast show notes当中 找到相关的连结 由于常用原端录音的方式 在经过后置之后 可能我们两个的声音 还是会有一点的覆盖 Delay 或者时间轴的错位 这点还请多包含 如果你对我们的频道有兴趣 麻烦你在当前的Podcast平台 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请你到我们的Facebook page 点个赞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时能够真正帮助我们 邀请到更多有故事的来宾 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好 教授 今天节目的来宾 是一位台湾的知名哲学家 院吉正教授 他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专人教授 同时在网络财经媒体金钱报的节目当中 有着相当活跃的参与 那这五年以来 因为金钱报的关系 我也成为院教授的忠实观众 首先先请院教授 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嗨 我对哲学的看法 基本上是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学哲学 那么我主要的理由是有三个方面 我先强调我这个人 我强调的哲学是强调哲学一定要有用 我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没有用的话 那么等于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的生命很有限 区区几十年 所以说做事情要有用 那我觉得哲学非常有用 但是我举出最重要的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哲学是思想上的行动 我们一般的学问当中 大部分都会强调那个用 是学以致用的用 但是我们这边的哲学里面 所谈到的用是一种指挥型的用 就是说你对任何事情 你一定要形成一个观点 要有一个看法 然后你才能够采取行动 也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每一个人在遇到事情出来了 或者说是在空想事情的时候 甚至于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 都要能够回想 预作判断 或是能够自我反省 那么哲学提供了很多前人的经验 所以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帮助很大的 这是哲学的定义本身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认为我们本身 尤其是我们用中文 在沟通的我们受到教育当中 我想教哲学的机会 或是学哲学的机会 就不多 但是大家要了解 哲学是万学之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读书就是拿学位 而最高的学位就叫做PhD 我想Patrick应该也非常了解 这个PhD意思就是哲学博士的简称 也因为这个缘故不用我多说 你就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 要拿到博士的时候 他都应该称之为哲学博士 就是说所有的学问的起源都是哲学的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不了解 自己为什么要读博士的时候 那么其实你读的是哲学博士 那么你当然有必要 针对于你所要共读的学位当中 先做一个预先的了解 这是第二个部分 这个第三个部分的话 我想强调就是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拓展视野 为什么能够拓展视野呢 因为我们的视野原则上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源头 一个就是我们身体力行经验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想象力的发挥了 那么所以说有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像爱因斯坦 他就会认为知识的起源 就是我们发挥想象力的结果 那你发挥想象力的时候你不能乱想 你总是要有一定的方法 而这一定的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 为什么哲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拓展知识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哲学家们几千年来把他们所想的东西都不断地记录下来 称之为哲学史哲学历史 那么这个哲学史里面呢 是一套充满了前人透过思考所做出来的智慧宝典 我这边所强调的智慧宝库里面最主要就是说 你所有能够想到的意境在哲学史中都可以找到 那这样子的话省去了你很多胡思乱想的地方 所以我遇到了很多学生他们来找到我的时候都说 我原来就这样子胡思乱想 可是一上了你的课以后 我发觉其实我一点都没有胡思乱想 因为很多人老早就想过了 然后他们想了就会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后提出了解答 提出了解答以后就要检验 所以我分别从哲学的定义 还有学术上的角度 还有从扩增我们的经验内容 来回答我自己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应该学哲学 是 教授其实我要坦诚一下 因为我还真的不知道PhD 他的解释是 这是Philosophical Doctor吗 还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他就是Philosophy Doctor 就是哲学博士 这个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就足以证明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你在Google一查 就是这个PhD 第一点 他就是Philosophy Doctor的一个 abreviation简称 这个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说 你知道我们读博士最重要的 就是要写一篇博士论文 是这个 博士论文当中里面它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的论文要comprehensively original 就是要全面的具有原创性 这是博士论文的要求 硕士论文可能就没有那么original 但是也是有类似的要求 就是学术工作 那博士论文当中的这个全面的原创性的要求呢 就是你一定要能够相较于其他人在处理这个题目的经验里头呢 你要有独到之处 而这个独到之处呢 就是我们称之为originality的意思 也就是说是它就是有这种原创性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不管你是读的电机啊 不管你是读的历史啊 不管你读的是生物啊 那么它在只要涉及到博士论文的时候呢 它就会涉及到问你这个是不是具有原创价值 如果没有你就不能拿到这个学位 如果有你就会拿到 所以说这个是有一脉相承的意义 一开始也就称之为哲学博士就这样子来的 嗯 老师刚刚提到哲学是万学之魔 其实从某方面来说 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同意 因为如果你从我们的听众 如果不晓得的话 如果你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科学对于一个问题的检验方式 其实是从哲学而来的 就是你提出一个问题去检验它 一直然后到后面去证明它 然后下一个结论 这个过程是非常具有哲学性 这是一个从哲学衍生出来的一种方法 没错 所以从某种方面来说 哲学它是一个对于现代科学的一种基础 当然 这个是因为它既然是所有知识的基础 所以不但说所有的知识都牵涉到哲学 尤其是科学作为现代的知识之母 我们觉得现代科技的力量非常大 但是它一开始它就有非常多的哲学问题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的科学 我们讲的科学当中最主要两个 一个就是观察法 一个就是演绎法 观察法就是强调它的归难 就是观察看数 最明显的学科就是生物科学 或者叫生命科学 演绎的话最明显的话 就是数理演绎 也就是数学的应用 那你在这个应用当中呢 有关于生物观察呢 你就会涉及到一个科学的本质的问题 就是说你透过观察 透过归纳所得出来的结论 会不会是绝对没有出错的可能性呢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嘛 因为你科学会进步嘛 所以你这个现在到目前为止 最成功的理论都是需要被推翻的 对吧 这种呢就叫做否定的方法 这个就是科学的方法 重要的依据之一 但是这是针对于应用观察上来讲 还有一种是演绎的方法 就叫deduction 刚刚那个叫induction deduction是用演绎的 那么这个数理的方法就是数学 数学的方法是很厉害 它的特性就是 它不受到归纳的问题 就是没有 它没有这个归纳的困难 归纳的困难就是 以往会发生事情 在未来会不会一样一成不变的发生 我们不知道 这个叫做归纳的问题 那数学呢 无远佛界 就是说一旦 比如说2加2等于4 这个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是 什么是使得数学一定正确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 为什么比较大呢 因为我们原来呢 发觉呢 使得我们数学变得正确的 比如说几何学 欧基里的几何学 慢慢到了19世纪 20世纪初 等到爱因斯坦他们 用非欧几何学 作为物理学的发展的基础的时候 才发现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空间 是使得我们的欧式几何学 成为可能的基础 那如果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空间的话呢 那它需要解释的数学基础 就完全不一样了 换而言之的话 这里面就涉及到可能世界 就是某一种系统代表 另外一种可能世界 这个讲起来有点复杂 但是你最近去看一个电影 叫Tenet 诺兰拍的Tenet的话呢 你一看就知道 就是说 你在不同的理论下 会出现不同的时空条件 又出现了不同的世界 甚至完全无法理解的世界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 你对于时间概念 或者对于空间概念 是不是固定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科学的理论告诉我们 已经不是了 可是我们在接受 科学的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 跳跃出我们空间时间 给我们的限制来做思考 那这个就是哲学的妙用了 因为我们哲学家的话呢 很早很早开始 就有这个 possible words 就可能世界这个概念 就是说很早就知道 就是说不同的数学系统 其实它代表的 就是不同的可能世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要做高深的科学研究 无论是做生命科学的 或是做生物化学的 你都需要有一定哲学的理念 才能够让你的理论 更能够贴近在发展的轨道上 是这样的情况 听起来是很吸引人的 那刚刚老师讲到 其实很多学生 其实私底下都会自己胡思乱想 那今天我就是一个 胡思乱想的学生 我挑了几个问题 想要来请教教授 这样 说了不敢当了 第一个问题是在新冠疫情 肆虐的当下 很多人开始注意到 政府权力的扩振 比如说最近一个 比较鲜明的例子 我可能举两个例子好了 第一个例子是 在加州 他们这个开始希望大家 政府要求大家都开始戴口罩 那戴口罩的这个程度呢 是说OK 你今天在餐厅用餐 第一个你已经在餐厅的外面 你不是在室内 你是在室外 但是呢 你的口罩必须要在 你上一口吃东西下去 以及下一口吃东西下去之间 也就是咀嚼的 以及吞咽的时间当中 他要求你把口罩戴起来 这个听起来就 我们一般人听起来 就有一点离谱啦 对啊 然后第二个例子是 最近 可能我们听众比较关心 隐私权的话题 可能会知道 最近这个Edward Snowden 在美国的第九巡回法院 他把这个判定下来说 当初啊 他把美国NSA的这个动作 这个怎么说 他在窃听的动作 窃听的动作呢 把他公诸于 公诸于是这个人 Edward Snowden 第九巡回法院的裁决是 NSA是违宪的 或者说违法的 我忘记是不是违宪还是违法 总之是不OK的 那这个东西在 隐私权的这个领域上面 其实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那也有可能让Edward Snowden 回到美国来 那我想 我的问题是说 任老师如何看待 政府权利 以及公民权利的争夺冲突 好 你觉得这两个例子呢 他们的性质上 不太一样 一个呢 是很具体的例子 另外一个是涉及到 我们对于这个 rights individual rights的这个定义上 但是表面上的话呢 都可以用个人的权利 是不是可以无条件的 受到政府的管制 这个问题 这是他们这两个问题 比较像 但是他们本质不太一样 这个COVID-19 它这个Virus 经过了这个将近一年的 这个理解跟这个肆虐 我们现在应该得到一个 共同的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说 它的这个病毒的发展 传递传染的过程呢 在我们哲学中 可以称之为 naive realism naive就是很天真的 realism的话 就是一个实在论的 为什么用这个哲学的概念 来解释它呢 就是说 这个病毒在跟不在 就跟你会不会引发 新冠肺炎 有绝对的关系 如果你被感染了 它潜伏一段时间 比如说它潜伏了 10天到14天 这也其实为什么 隔离要隔离14天的原因 如果说是有这个病毒 你就会 这个会 有可能发生更进一步 比较严重的现象 那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 就是戴口罩有用 然后不采用社会距离的话呢 这个病毒的传染降不下来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比较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我们都在等着疫苗的期间 但是 我们一开始 对于疫苗抱持态度 好像有一点过于乐观 这个要发明一个疫苗出来 要让这个整个病毒的进一步的复制 自我复制的过程要稳定下来 才有办法进行疫苗的发明跟创造了 那么 美国加州的这个规定 它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告诉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你有拿掉口罩的可能性的话呢 那你引发的结果就叫做前功进气 我举个例子你就懂了 就好像说是新冠病毒的传染 像是一排那个DOMINO一样 但它是用火柴的 如果它隔的距离很近的话 一根火柴点的话呢 据说在实际上的影响的话呢 如果一个人完全不管的情况下 他大概在60天内的话呢 就一个人不管在60天内的话呢 就会产生数百人 然后在接下来的60天就变成数万人 所以说这个发展的情况就是 野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 也因为这个缘故的话呢 所以尤其是在欧美国家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这一戴口罩这件事情非常排斥 就到今天还是有部分的地区 在抗议呀在示威呀 但是这里面所出现的实际的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欧美地区的话呢 二度爆发的情况比一度首次爆发还要严重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呢 他其实是要宣告你说 除了你吃饭的时候 不能把口罩一起吃下去的话 剩下的时间你都应该把口罩戴着 他的意思是在这里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非常naive naive就是很天真的 realism就是一个实战论 他就说口罩有用 你把它防住 口罩有用所以社会距离才有用 那社会距离社交距离有用的话呢 所以才代表说 这是我们防范新冠病毒的唯一方法 那Edward Snowden的话的观念呢 他出现的是另外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呢 Edward Snowden的话呢 他是他一开始 我就觉得这个案例啊 有一点问题 就是说谁赋予了美国NSA 有这种监听别人的权利 他监听的不是普通人啊 我们在台湾监听到的任何人的话呢 都要经过一个核准的程序 目的是为了破案 他是有这种potentially criminal case 他才要做这种监听 但是Edward Snowden讲的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居然连德国的总理梅克尔夫人 他都监听 那梅克尔听得大为恼火 因为本身来讲 我是你重要的盟邦之一嘛 如果你对于这个北约所了解的话呢 就是说美国本身来着 非常需要盟邦嘛 盟邦当中的话呢 需要彼此之间的互相信赖 否则的话 那就谈不上任何盟邦 那你在监听我的过程当中 没有告诉我 然后居然我私人用的手机 都全面的监听 那让大家一方面感觉到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那另外一方面发觉 那个监听的人 或是那个局 或是那个权力 到底是什么 大家每个人心里打出一个大问号 是不是那种胡佛 美国原来FBI的这个最长期的局长 胡佛那个时代又来了 因为据说 那个胡佛拥有所有人的私资料 你只要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 他马上就寄一卷这个录影带给你 让你就乖乖听话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发觉 破坏隐私的过程 是有扩张权力的可能性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说的话呢 那么美国现在法院发觉 如果说是主权在民啊 那老百姓不能够被随便监听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 叫Oliver Stone 曾经把这个Edward Snowden的事情 拍成一个电影 也表示了美国的民间 尤其是电影界好莱坞吧 对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有怀疑的态度 但是我必须坦白讲 那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嘛 所以说这个事情 这个Edward Snowden他有可能 因此而被活判无罪 可能回到美国去 但是他现在隐藏的国家在俄罗斯 在俄国有没有监听的事情 俄国有没有这个能力的监听 俄国有没有这种 俄国连下毒都有能力了 不要说监听了 直接干的都有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里面牵涉到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国家跟国家 到底应该采用哪种制度 那这个就比较复杂 但是我基本上针对你所提的 这两个例子做一点分析 就这样子 是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 我在这边解释一下 当初NSA美国NSA之所以会有这个权力 是因为在911之后 美国的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 叫做Patriot Act 那基本上这个法案 总结下来就是说 这一些不管是CIA FBI或者是NSA 只要打着反恐的名义 他可以有那个权利 去对所有的 所有美国人民 当时那时候是写美国人民 或者是国外的人民进行 搜索以及窃听以及收集资料 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监控与打击 潜在的恐怖组织 以及恐怖行动 那当然Edward Snowden后来 引爆的这个事件 其实也受到 在影视权受到很大的关注 老师我想回来聊一下 这个加州的这个 这个口罩的问题 那我那个时候在胡思乱想的时候 我就会在想说OK 那右派 我们说右派的人会怎么想好 他们可能会想说 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 人的人权 这个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损害 今天你可以 今天你可以推荐人民去戴口罩 但是你不能逼迫人民去戴口罩 更何况当不戴口罩的时候 他会受到惩罚 那我不晓得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呢 用左右派来区别 听众可能不太了解 我稍微做一点解释 就是左派右派的区分呢 是因为强调 比较 观念保守的人 他比较属于右派 比较先进的人 他属于左派 左派强调自由 那右派呢 就是强调 这种 基本的 权力的维护 那为什么特别强调保守跟先进呢 就是其实 左右派两派都很维护 无个人权利 individual rights 他们不分左右派的 但是这个比较 保守的会认为说 个人权利呢 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就是insoluble rights 这个是一个 in-a-lienable 这个观念 那这个 这个 左派的这个 个人权利的强调 比较先进 就是说 我有没有权利去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涉及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LGBT的问题 LGBT的问题 这次是指那种 统性恋 或者说是那种 双性恋人的问题 那这种的话呢 就是 他们也都是一种 个人权利的维护 态度上也很坚决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重点是 这一次的COVID-19 它很特别 什么特别呢 就是说 它不像SARS的那个病毒 SARS的病毒 你一招了以后 马上第二天就发烧啊 就肺炎啊 就要命了 所以它很容易防范 因为你马上就出事 现在这个COVID-19 它的潜伏期非常长 讲14天还少数的案例 不到5%的人呢 虽然很少 但是它会 潜伏期会超过40天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自己 不管它也不严重 它会有0.1%的致死率 另外它有3%到4%的发病率 那这对于那3% 0.1%的人来讲 是格外的FATO 就是要命的 因为它针对的对象是 比如说年纪大的 听说还有针对男性的 还有这个慢性病的 像糖尿病啦 或者像高血压啦 这些你常常要服药的人 或者针对于年轻的 年轻的为什么 就是年轻的会在这种 免疫能力反应过度的情况下 会要命的 所以它发生问题的可能性 并不是针对于 单纯的会不会传染而言 是它本身病毒的性质 所以才会做出这么严厉的 戴口罩的要求 因为在欧美国家 推动戴口罩 不但是示弱的表现 而且也违背了 它不想戴的这个权益 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没办法 因为它如果不戴 它如果不戴这个口罩 就有可能因为它而传染 它可能完全没事 它可能被治愈 像Donald Trump 川普现在完全被治愈 但是其他没有这么幸运的人 那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 关键在这里 老师可是有些人会说 政府或者是说公权力 常常在一些特殊时刻 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91 或者是现在的 新冠疫情的当下 在这些时刻 政府很容易去得到一些 特别的权力 因为状况特殊 但是有些人会担心说 当这些权力 一旦人民给予出去给政府 管控的权力之后 就拿不回来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Edward Snowden 这个Patriot App 就是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 这个案子 它打了10年有了吧 可是在这10年当中 NSA还是继续做这件事啊 那我不晓得老师 你怎么看 这件事情有解吗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啊 应该说来是无解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政治的本质啊 不是我们现在宣传的民主自由了 政治的本质啊 原来讲的是 传统政治是亚里斯多德所讲的政治学了 就是说政治上的制度的分类 然后呢 另外呢 就是说是现代政治学呢 就是马基维利的君王论 这个是讲到政治的本质 讲到民主自由的话呢 基本上因为它 政治的本质就是garing 就是要统治 统治的过程当中 当然是要有效了 最主要的目标的话呢 对西方国家是抽税的 对东方国家来讲的话呢 就是有效的治理了 就我们传统历史当中 圣君贤相 强调的都是治理怎么样达到效果 治理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老百姓能够活得好 安和乐利了 所以说呢 所有的君王只要暴虐无道 那么基本上就没什么好下场 那么老百姓活得安和乐利的话呢 就是觉得进入盛世 这个进入盛世当中的话呢 要达到安和乐利的话呢 就是不准少数人威胁大多数人 对吧 所以说现在就是连美国在内 那其他国家更不要讲了 为了要达到有效的治理 effective governing 那你在某种情况下的话呢 你表面上看起来 要觉得大家表面上一片祥和 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这当中的话呢 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的话呢 包含问讯啊 包含监听啊 包含这个部件啊 玩得像吴坚道那个样子的话呢 这种事情都是有可能出现的 什么间谍啊 特务啊 都有 这种呢 这种呢都是比较不能见光的治理方式 但是他的目标目的 就是为了所有的人能够安和乐利 理论上是这样子啦 对不对 你也不会反对 所以说以这种情况来讲 这个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因为人呢 我告诉你啊 人有一个本性啊 其实真的还挺犯贱的 就是说你让我 你叫我不要做这个事 我还还真的有人偏偏要去做 嗯 为什么大家这个没有办法达到 都听话的一致的这种想法 就是说才能想 为什么要有法律呢 这法律就是要让大家 法律不是完美的了 法律缺陷多了 但是法律能够保证 大多数人的生活上 可以达到这个基本上的要求 所以这个才叫法律嘛 所以法律所谈的就是要 要很有效 那你现在这个 Snowden的案例里面出现的 就是说比较高层的法律 判他其实没有违法 而且监听的人是违法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 也是一个哲学的讨论 就是人需不需要隐私 那如果人 这个隐私对人来讲 是最基本的权利的话 如果你承认这一点 那你就要尊重他的基本权利 比如说我有特别的 癖好啊或什么 属于我自己的 跟别人无关啊 我可不可以保有他 别人不可以拿我的隐私来攻击我 这样的话会让我很难看了 会让我觉得说 我个人的秘密都被你知道了 那我觉得很不公平 是这种情况 嗯 OK 所以说牵涉到的问题 还是蛮深刻的 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可以说是我们人类文明发展以来 最深刻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有什么样的 政治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愉快 嗯 对 OK 教授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这边做一个小节 那我想给听众 我在这边引述一下Edward Snowden的话 那把这个话题做一个小节 那他说的是 ultimately saying that you don't care about privacy because you have nothing to hide is no different from saying you don't care about freedom of speech because you have nothing to say 我把这句话就放在外面那边 请大家自己去思考 好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近年社群平台的兴起 社群平台这些包括Facebook 或是Instagram 或者是Twitter 这些东西 那他们已经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近期当有某一些人的意见和想法 与这些社群平台的理念不一致的时候 很多的发言因此被禁止 那这些禁止的这个criteria 就是他的这个条件也是让人肥琐 摸不着头脑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在Twitter上面有一个账号叫做Unity2020 unity2020 四个数字最后 他在前段时间发了一个推文 那简单的说就是说 这也是台湾一直以来的困扰 就是说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 能不能有第三选择 他提上这个想法 然后他就被推特给封锁了 那更不用说最近这个 拜登儿子的这些丑闻啊 也是在广泛的 在Facebook和Twitter上面被查封 那我想问的问题是 老师这些平台的动作 显然在左右派之间 在言论自由的这些话题上面 遭到夹击 那我不晓得Unity 老师怎么看待社群平台 对于他使用者禁言动作 以及这些平台的社会责任 这个你现在提这个问题 我也很感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台大教科学哲学 我们其中呢 就是有特别的一个项目 就是在思考科技对我们的生活中 会产生什么影响 那已经发生过的影响 当然也出现过的问题 都影响到对策了 比如说我们反核 就是因为大家好奇发明了核子弹 那后来发觉这不得了 这一下子会把全世界都毁掉了 所以就有这种反核的态度 这个跟科技哲学相关 那你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个崭新的层面 就是说Internet的出现 网络的平台的出现 各式各样的平台的出现 那涉及到我们在获得资讯的过程 是不是绝对的自由的问题 那有一些当然大家讲说是不对的嘛 因为你涉及到比如说色情的啦 或是暴力的啦 或是最近在法国发生的事情 就是当你在介绍言论自由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的这个宗教的尊严受到了影响了 采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报复 那这种的话就是被induced anger 就是说让他们产生了这个indignation 就是让他们会容易 就是看到文字容易产生愤怒 觉得受侮辱了 那么这种言论呢 就是其实表明的就是挑衅 非常provoke 非常挑衅的 所以说这种是不允许 但是有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而这个不是一个是不是的问题 那这个是一个逻辑上最根本的问题 比如说我问你说 你是不是台湾人 你是还是不是 那你要先搞清楚台湾第一 比如说你有没有台湾护照 有有有 我觉得台湾人 那这个是有跟没有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 你在哪一种程度上你是政治中立的 那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程度上的问题 比如说你在台湾我们这边叫蓝绿 蓝绿各打八十大板 这个叫中立吗 这也未必 因为有一些事情明显的是蓝不对 那你中立的立场就要说出来它不对在哪里 明显的是绿不对 你要明显的说出来这个当局的政府 它哪里不对 那这个才叫做中立 就是中立的评论 那所以说现在的这个Facebook 那个这个这个这个Instagram 还有或是这个所有 Twitter 对 Twitter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 要维持中立的同时变成了讨好敌对的双方 哇这个越搞越乱 嗯 这个越搞越乱 因为因为比如说 你刚刚讲到 美国的支持川普的人 看到这个 Hunt Biden干的这些事情乐歪了 这个就是 啊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纽约时报 这边又登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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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rump 在中国有这个 这个 account的事情 哇也乐歪了 嗯 然后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呢 加码了分析的时候 后来居然 分析内容都被封掉了 对 那那那那他就会觉得说 那你将来的话如果连这个消息 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事实 都要被封的话 那到底是他的界限在哪里 如果不是大选 比如说他就叫Hunt Biden跟Joe Biden 早就脱离关系了 比如说这样子的话 那他做的事情跟他爸爸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说在政治的联想里 是不能用法律来界定的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嗯 就是如果你想表现你很中立 那你这个社交平台的 资讯的范围当中 那表现的是非常 啊 一方面要表现的客观 因为人家在资讯上 获得的过程是无限制 那同时的话呢 那这个在政治的立场上 又有双方敌对 啊 比如说这个Trump 他常常推着被 被推着疯掉 嗯 那他主要原因就 他当然是为了他自己想 但有的人很爱看他 觉得他很中立 所以这个就构成了一个认知上的差别了 嗯 我想 我想老师 有一些人会说 这些社群平台 因为他的 这么广泛的被使用 他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 发表意见的载体 这些言论的载体 但语言从某一个层面来说 他是观点的载体 嗯 当你把语言以及意见封锁掉的时候 同时你也封锁掉了某一些的观点 是的 那那 他会说 诶 重点不在于 有些人会说 重点不在于说 这些资讯是否正确与错 因为重点在于 人应该要自己有能力去分辨真实以及错误的资讯 这是你自己的责任 而不是透过封锁某一些言论来达到所谓的平衡报导或者是说真实的资讯 因为这个责任并不在于平台身上而在而在人的身上 嗯 老师你怎么看电视 对 你这个讲法很好 但是也很理想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 不管是苏联时期的极左政府 还是这个二次大战期间的纳粹这个极右政府 他们都非常重视宣传 这个宣传的理念就跟你刚刚强调了 每一个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都有义务自己去查证真假 嗯 这个不在于平台 平台本身就是一个平台 它只是让大家有发挥意见的机会 这个想法是很理想 为什么呢 因为绝大多数的人 是很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的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就了解了 我们每天面对的事情 其实讲起来 理性的部分人人都有 但是实际上遇到每件事情 在做判断运用到理性 恐怕跟感性比起来恐怕差几百倍 我们做的任何决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非常感性的 你不可能说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把你的对象整个发展的前途完全做了理性的分析以后才决定要不要继续交往 这个听起来很荒唐 Unhuman being 违背人性 所以感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的 也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面对了资讯的判断也就是充满了感性做判断 那我觉得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你就会发觉 有一些政府做得很好 像你现在待在加拿大 我曾经待过的比利时 他们都想尽办法让大家把这个事情能够公开坦白表现出来 可是法国跟比利时最近为了那种极端主义的表现 他们觉得很困难 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原来只是一个街头小混混 到了建脑以后 听到那些传道理人以后呢 就变得radicalized 他们是激进化了 他们就问这里的原因 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insight 他们在引用一些文具章经典的时候 他们会强调自己本身根本就是应该以精神的状态来生活的 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啊名利啊这种想法 所以有这种人有这种想法 所以也是使得我们很难在克服感性的过程中做出理性的判断 我说的很难 我不是觉得不可能 但我觉得很难 我们成为家的话 对这件事情 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调沟通 就是你只要有沟通的意愿 但是在整个沟通的过程中 旷日费死 导致大家对于这个时间上的长短 也出现了不同的感觉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事情的话 经过长时期的判断 其实这个就是真理越变越明 但是越变越明的过程是因为时间因素 可是你感性是一下子就爽起来了 那意义很不一样 所以时间的因素很大 所以我们对于民主制度的法律制度 大家感觉到那个诉讼期过长 然后真理本身要出现的时候 或是判决出现了往往都十多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这个也就是让我们发觉说 这个平台要怎么样控制 他的所出现的言论 要达到这个公平的这个诉求 平等的诉求 那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没答案 但是我觉得它很不容易 是 老师在这个话题上面 我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 那我想有一些人听到我们这些讨论的时候 他会他会说我啦主要针对我啦 刚刚的言论说 哎那你不爽不要用啊 那我刚在想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喔 那我觉得这个背后牵涉到了一个 究竟这一些平台属于私有财 还是公共财的问题 那显然在法律层面上面 他明显是私有财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公司他有他有他有shareholder 对不对 那该是多少percent就是多少percent 可是明显最近啊 美国上院的动作 并不这么认为喔 到处开各种听证会啊 左勾拳右勾拳的打这些社群平台 那我不晓得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当一个科技或者说一个平台 变成如此的深入到人的生活的时候 大家的生活的时候 你你你怎么去看待公共财 以及他他的这种社会责任 Patrick你问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个也是伴随了科技社会所面临的一个经济现象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Patrick Lee 你的背景 你的私人的电话 你的私人的交往 你的私人的一切的数据 我现在给你一个免费使用很有用的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让你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你在开会做生意 甚至于以前我们这个有很多年轻人在创业的时候 他都用那种免费的平台 财经部落格 就是用了这个各式各样的YouTube 或者说大家都尽量感觉上是免费的 那你让我免费使用你唯一要的条件是要我私人的information 你一开始填进去 然后动不动三不五次就叫你confirm一下confirm一下 你的电话号码什么什么都有了 好 请问你 你拥有我这些数据以后 拥有我个人的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平台这么有用 比如说像Facebook 它的用户上10亿 请问你 在下面三点 第一个在大数据的计算上 在广告的收益上 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在整个行为的导向上 它都有很明显的力量 现在大数据的计算已经是神奇活现到 你根本就不可能不依赖这些数字平台 那在这数位化的世界当中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因为设计这个软体所获得的这个数据 让你变成 比如说Mark Zuckerberg 他那么年纪轻轻的 已经变成全世界前十大有钱人之一了 那么他用的这个数据当中 为什么会让他赚这么多钱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有多重的用途 他可以管理世界 他会变成无形中的世界上的一个主要的霸主 那大家发觉说你有没有这个野心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而且你用的是完全不属于你的东西来控制这个世界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恐怖 也因为这个缘故大家会发觉说 不但在数字上要限制你 这个不是单纯的托拉斯法案 或是你公司太大的问题 而是说这个在人性上 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会发觉我们每一天用的APP非常多 你看到的资讯当中 不管你用什么APP 他给你提供的便利性是你以前所不曾拥有的 你要享受这种新闻 你要享受这种方便 你要享受各式各样的这种以前不能想象的情况下 那请问你在享受的同时 你知不知道你交换的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小老百姓是一样有价值的 哪怕你只有0.01分每分的价值 但是如果十几亿的话 每一天所产生的价值多少 你自己完全不知道 但是如果按照过去的话 就是说设计公司的人 赢者独拿的话 那这个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就是财产到底属于谁 那第二个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企图 或是别人透过你的平台有企图 或是跟你买这些数字的话 你在政治上的影响 那就不是经济上问题 还有第三个最严重的是 这个是整个社会上的一个数 就是digitalize 数字化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基本上贫富的差距就固定了 你要知道这个是社会中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拥有平台就等于拥有一切 所以说很多政府在做的事情 有的把它当成经济事件 有的把它当成政治事件 不过我觉得最严重的是社会影响 the social impact 是最严重的 大概就这个情况 所以现在就是防范与未然啊 尽量给他们罚了 这个FAMC就是美国这几家 跟internet相关的公司 就要想办法限制他们了 关键就在这里 尤其是欧盟进行的动作评评 那我想 欧盟我再补一句 欧盟当然要禁止了 因为这些全是美国公司啊 对 这倒是真的 对啊 他当然要禁止了 你要知道我在欧洲 我巴黎那天在欧洲读书 欧洲人看不起美国人 现在呢 到了21世纪 美国人看不起欧洲人啊 嗯嗯嗯嗯 是 就美国最强的时候 欧洲人还得意的很 等到美国最乱的时候 诶 现在欧洲人一点敌尾都没有了 嗯 是挺有趣的 老师你刚刚你刚提到 对话的过程 旷日费事 那我想这是一个完美的转换 转换话题的时间点 我想 不管在美国或者是在台湾啊 部落主义 Tribalism 越来越兴盛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 当别人的意见哦 跟自己的意见出现冲突 出现差异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马上指控 对方是什么什么派 对方如何如何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 就是川普指控拜登是共产主义吗 Extreme left Antifa什么的 对 那拜登就是指控川普是这些proud boys 极右派的代表人 那这那显然 当然他们因为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或者是辩论想要胜过对方的关系 但是 这个现象在一般我们生活的时候 并不少见 并不少见 那这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对话的机会 那佑老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哦 那这对于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这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tribalism的发生 是不是很自然的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这个自然的发生 也就是说tribalism 对于其他non-tribal 就不属于我这个族群的人 会不会构成伤害 那么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那我第一个层面呢 我可以告诉你 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要求 都是一种归属感 这个不能够拒绝别人有这个归属感 比如说I'm proud of my family I'm proud of my country I love my country I love my city 这种常见的 你看到有人穿的这种衣服 就会觉得说是 很多人觉得说 美国人特别爱国 或者说是美国人的这个 或者说是这个 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 就是对于这个族群啊 特别感觉到骄傲啊 或什么样 我自己也有这种现象 有这种心理啊 就很正常啊 比如说 这个力量当然也是很神秘的 就是你的语言啊 你的归属啊 你的族群啊 你的宗教啊 那么跟你成长的过程 有一定的相关性 所以你喜欢它 你宣扬它 觉得很骄傲 这个tribalism 它的起源是来自于这里 可是有一些人的想法 他不但是很固定的 他甚至很僵化的 他认为他是最好的 the best among all 然后呢 听不得别人 跟他不一样的意见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tribalism的问题而已 这是intolerance 就是他不能够容忍别人 不能够宽容 有的人的话 修养好一点 表面上装得很 还可以容忍 大多数人也都这样子 但是还有少部分人的话 他连装都不装了 之间呢 就是表现这种tribalistic mentality的话呢 就这种族群主义的心态上 他觉得是一种肯定这个族群的一个方式 肯定这个tribalism 那这当然表现的方式就比较原始一点了 为什么说用原始呢 就是因为这个tolerance 在我们这个文化当中 因为我们没有宗教 我们很少为宗教打仗 所以这个tribalism这个问题 在我们出现的时候 都会觉得西方在那个宗教上的对抗 有点莫名其妙 就是打了几千年的这种战争 觉得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这种空间跟时间来体会这个里面的可怕 但是你讲的tribalism当中 最明显当然就是宗教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了解的话 我们现在顶多就是政治的立场 社会的立场 或是经济立场 我们这个文化当中的经济立场也不明显 就有钱人就是也不敢太张扬 所以我们的tribalism是比较不那么严重的 这跟其他的国家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这个的话里面涉及到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个tolerance 你因为文明的进展是一个宽容 不断增加的过程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观点 就是说宗教上问题打来打去 没什么解决方式 那么一定要接纳别人 就是we agree to disagree 这个就代表一种风度啊 代表一种文明啊 代表一种态度啊 代表一种进步啊 这个观念 那除此之外的话 如果你不要文明不要这个进步 不要这种生活的态度 你要做很保守想法 那这种人的话呢 当然有 但是大家仔细一想 就他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嘛 所以说也站不住脚的嘛 就这样子 嗯 老师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其实我想到一个问题 他关于民主的制度 就是民主的制度好像从某方面来说 他要求生活在这个制度下面的每一个人民 不管是政府官员也好 人民也好 反正就是人啦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对话 都有责任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透过这个对话的方式才有可能产生共识 而最终让政府成为人民意志的载体 而不是反过来 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还没有很很很全面的去想 但是我只是刚好想到这个这个这个事情 好 你这个问题叫做积极的民主 positive democracy 你就认为说 你要活在这个democratic society 要活在个民主社会里头 你一定要有很积极的citizenship 就是说你既然是公民化了 你就要勇于表达你的想法 勇于表达你的意见 这个不是单纯就是消极的一种自由 是积极的自由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有义务 要表达我们的想法 不要那么看法 但是你不要忘了 民主社会当中是 leave me alone 也是一种自由的表现方式 是 就是说你问的是这个问题 只有一种例外 在哲学史当中 古希腊的城邦 它是一种例外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城邦的citizenship 是建立在slavery上的 就是每一个公民 它有七八个奴隶 这个公民它拥有的这个气质 叫高贵的气质 希腊文叫are de are de 就是英文里面的那个 aristocracy的字的由来了 那个本源 are就是高贵的意思 如果你今天活在社会当中 你有高贵的公民权 你看到傲视一切 你觉得参与政治 是你唯一表现你公民的方式 你当然有义务要说出 所有你想的方法 然后做最完善的沟通 这个是给你这么高的 公民权的主要原因 但是现在这个民主制度 我们不分之于贤不孝 就是你哪怕是白痴 你都有基本的权利 你最最重要的权利就是 你有不说话的权利 而且刚好相反 我们认为说是集权政治 就是你连不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你一定要批判别人 那这个就变成了不民主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是产生了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严格讲起来 这个民主制度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让你产生一种很骄傲的感觉 你自己才觉得说是你可以 可以拥有这种 untitled to do this 那那个this done is politics 你搞政治 你需要有这种 贵族的感觉 你才能够充分的表达你要表达 否则的话这种修持的能力 英文叫rhetorics 就是会讲话的这个能力 expressivity的这个能力 表达力的能力 是个人的才能啊 我这个教书教了二三十年以后 我才觉得说这是一种独特的能力啊 然后这种独特的能力 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的 所以你如果说强调每一个人在民主社会中 都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想法的话 那他出现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完全你想不到的相反 对吧 可是老师我对我可以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想我想focus在另外一个一个方面上面 可能后面我们有些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问不到 但但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想从效用就是effectiveness的观点出发来看专制跟民主 我很难去想像说一个passive democratic的制度会比专制有效 因为事实就是摆在眼前 中国的崛起是不可否认的 那这这我唯一能想到的方式是说 民主制度要有这样子的效率 要有这样子的effectiveness 他需要的是每一个公民的参与啊 否则你如何在有效性上面 如何在国家的层面做竞争 甚至不是国家的问题 他是一个制度之间的比较性的问题啊 嗯好 你问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啊 为什么说最重要的问题呢 因为你用的例子非常好 就是the rise of China 中国的崛起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ern states 西方的没落 他们构成了一个强大对比 你现在你的归因我也认同 就是说你一个没有效率的民主 面对一个处处讲求这个时效的这个治理 那他们之间的优点跟缺点是很明显 那你认为说这个全民的参与 积极的参与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讨论到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积极的参与政治 你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 是 好 你这个问题呢 牵涉到三个方面的这个three dimensions 那我一一解释给你听 好 第一个呢 从哲学的历史当中呢 因为这是一个老早就已经发生的问题 就是我们 因为原先的 这现代政治哲学的起源就是来自于这个 英国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家 大概在十六十七世纪之后 十七世纪他写的一本书叫巨龄 就是Thomas Hobbes 他说提出来就是国家的概念中 最重要的是sovereignty 就国家主权了 国家主权 那国家主权如果主权在民 那或者是说是正极天下 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主权在民就是民主制度 或者共和制度 正极天下就是君主制度 就是比较极权的制度 这当中这种制度呢 因为霍布斯在提出的观点没有分到好坏的问题 但是呢 他里面强调的就是你一定要 就是不管是主权在民也好 或者是正极国家也好 他们一定要让被自己的人 感觉到这个国家对他来讲 能够发挥的最大的效能 这个效能什么呢 就叫utility 做决定的时候呢 产生最大 因为你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 所以你一定要做选择 做选择过程中哪一种有用 就要用哪一种 所以说我们在政治哲学当中 出现了一个叫做 叫做这个效益主义 utilitarianism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国家要效用的话呢 你要先让大家来分辨 什么是utility 那么这个问题呢 这个utilitarianism呢 被所有的政治理论都在批判 批判什么呢 批判他呢 极有可能呢 只谈效率不谈道德 他可能做出来 没有这个 注意到少数人权益的事情 那个Michael Sandel的书 你大概也很熟了 就是那个电车 压死一个人压死五个人 五条命跟一条命比起来 很多人选择naively select 很天真的会选择 那压死一个人好了 但是他马上讲说 为什么这个人该死 你也拿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你就要讲到说是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政治 最有效的政治 基本上跟你原来的理想 刚好相反 就是没事干 你少讲话 就让你少讲话 然后呢 让聪明的人呢 多发挥力量 聪明的人来引导 大多数呢 不讲话的人 比如说 我举吧 你讲The Rise of China 就是讲到这个加入 从这个2001年加入了WTO以后 世界贸易主持在当 这个贸易上的问题就是 聪明的人负责谈判 普通的人的话 沿海地区人呢 负责生产制造 生产制造 透过谈判出来条件 就出口 那结果效果非常好 那个Effectiveness 简直是Unbelievable 就是才加入多少 就是20年不到的时间 就产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变成了大家的公敌了 认为说哇 你不得了 你这个国家的制度 再发展下去的话 你这上下一心的配合的结果 出现了跟西方制度不一样不说 你产生的效能也是想都想不到的 没想到听话还可以带来富裕 原来认为 独裁的政治就不可能改变生活 现在独裁的政治的话 不但改变了生活 而且还夭夭欲识 取代西方的 所以大家心里就产生了一个怀疑 甚至变成了一种焦虑 怀疑我们的制度到底是应该取哪一种 那焦虑是说感觉上觉得说 对呀笨的人就应该听聪明的人了 这本来就是天生的道理 那你如果笨跟聪明没有这个区别的话 那怎么会有好学校跟坏学校的区别呢 人跟人之间怎么会有薪水的差异呢 那不都回到了那种人民公社的时代不就好了吗 原来的极左的思想就是强调这个 但是就基本上就不运作 那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更特别了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 有没有发展民主的基础 还有没有发展集权的基础 那这个问题完完全全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发觉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当中 有一部分的话呢是属于我们比较倾向于接受的一些价值嘛 那这个倾向于比较接受价值 我举个最近的例子 比如说戴口罩的问题 这欧美人士就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冒犯 但是在亚洲尤其是我们海峡两岸这边的话 对大家对于戴口罩事情 我不晓得Patrick你最近有没有回台北来啊 你真的是非常惊讶啊 我告诉你我在台大上课 我们没有做口罩的要求 我们基本上都有三分之一的同学 就乖乖的就是七早八早就戴着口罩坐在那边啊 就是说是这个利人利己啊 老无老以之人之老 又无有以之人之又啊 就是说我戴口罩的目的 除了不要被感染以外 也不希望即使我感染了也不要传染给别人啊 这个在这边的发展的程度是非常好 而且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 几乎就是全世界我们这个海峡两岸 但是在整个抗疫的过程中是最成功的 而关键就是老百姓听话 全面的配合 没有一个流氓说 怎么了啊 不戴口罩你要干嘛什么 完全没听过这种事儿 就没听过这回事儿 不像是外国几乎天天示威抗议 私人也抗议什么的 一发不可受死 所以现在这个群体免疫的问题的话呢 在西方是绝对要发生的 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涉及到他们最根本的价值 那我们这边的根本价值是尽量的配合 所以以后这整个世界就分开了 不过我也蛮高兴的了 因为我自己原来在留学的时候 我都不觉得说中国这边的文化传统有任何优点 但是现在看的太明显了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确实是让我很值得 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关键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问老师最后几个问题 大概一两个而已 刚刚老师提到Michael Sanders 我自己个人是他三版书我都有看 然后他的在网络上面的教程 其实我都有看 那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 他在YouTube上面的课程 即使是翻译成为中文之后 你会发现第1、2集的收看人数是最多的 然后越往后他的 他的收看人数是以指数性的下滑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但我想问的是 韵老师你怎么样看待正义这本书 他的第一本书在台湾引起的热潮 好这个正义这本书 十年后Michael Sanders 他特别针对台湾的出版写了一个序 就十年后重新再出版 就从2006年到现在2016年他又出版了一次在台湾 这本书刚好出版商就请我帮他写个推荐序 所以说这本书是我推荐的嘛 然后我上学期上课 我上了一堂英文课 就叫做The Idea of Justice 我就用英文上的课 也就是上他这本书的内容 那这本书呢 他这个书呢 他这个书里面上的是他在哈佛一个很有名的课 在哈佛上课很有名 因为哈佛大学呢 他们学费很贵 是不轻易让大家看到他们上课的内容 那我桑戴尔的课呢 就是一个秀 就是一个秀 1500人在上课 每次讲解的时候呢 他讲得很轻松 因为美国人上课 你在Northern America 你在美国上过课 你知道的 美国人很爱发言 所以100分钟的课 两堂50分钟的课 上到最多最多最多 一堂课能够讲20分钟就不错了 不到十几张投影片 可以轻轻松松讲得很清楚 接下来都是TA带着学生讨论 大家意见一大堆 我们在台湾上这个课很辛苦 很辛苦的原因就是我们学生不爱发问 完全不爱发问 They don't really care 所以说这个是 因为对于美国 如果你交了哈佛大学的那种学费 你就不可能不care 这是关键点 当然是这个原因 开玩笑 我们这里的大学这么便宜 你在哈佛读书 你知道多少钱 尤其是大学部 拿奖学金的可能性很低 没有超过5% 一学期六万美金 我听说 你还吃 你在佛诗那要吃要喝要玩 偶尔还要搜索一下 那也要5-6万 一年下来快30万了 那我现在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回答你三个部分 第一个 这个美国的哈佛大学的上课的内容 确实是让人很羡慕 因为大家的那个士气很高 他们讨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justice的问题 这当然对所有人来讲 因为对我们学家来讲 从苏格拉底开始 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 这个justice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原来justice不是法律的问题 但是原来justice是一个仲裁的问题 所以在希腊文叫dk 这个dk他后来变成dictator 你就了解到说 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 就是说 我们觉得任何事情 总是要有一个水落石出 要有一个答案 要有一个治理 要有一个判断 所以这个麦特尔桑戴尔 他举这个题目 他很具有时代的意义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他实际上内容 因为我上过这个课 我上过课 我必须 我写过这个书的推荐许 我把这个书全部 这个全部要读完 读熟 要上这个课 我不像那个一般人 就是要知道哈佛在干嘛 然后看了以后觉得很无聊 然后就不看了 所以第一次第二次 尤其是大家都讲到那个 那个Wagens 一下子撞死一个人 还是撞死五个人 大家朗朗上口 之后再讲什么 都没有人知道了 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是因为Michael Sandler做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判断 什么奇特的判断呢 就是他一直不断的否定最明显的论述 最明显的论述 最明显的论述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效益论 这个政治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什么叫做effective governing 这种有效的治理到底是什么 然后所以他最后呢 很surprisingly 很出人意料之外 就回到了亚里斯多德 然后他自己宣称他是一个社群主义者 回到了亚里斯多德 认为说你对于政治的认知必须来自于 上面跟你刚刚讲的那个tribalism 不太一样但是很接近了 communitarianism 社群主义 所以说这个他说的答案 我在阅读他这个书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 但是我发觉他是没有答案的一个答案 因为你不可能回到古希腊的时代 对吧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其实也告诉你 你想要解决政治问题一定要按照你自己的传统来 你不能够学人家 嗯 这个是他最重要的讯息 就是我读这个书里面所得出来的一个感觉 嗯 就是说比如说你不能够强迫人家不信回教 你也不能够强迫人家去信这个基督教 你这个都不能强迫的 你一定要让他原来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信一种如是道三者结合的这种信仰 你可以把在这个基础上把它发挥的跟宗教很像 但是你不能离开这个传统 就变成这样的观念 因为离开传统后的任何政治都不会是effective的 那就出现这样的结果 在认知上来讲 那对于正义的讨论 他就会认为说任何的传统中对于正义的讨论 都很费心都很尽力 都有他们的理由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once forward 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理解情况下 你必须要跟你自己的 就是说你要问到你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所认知的一个事情 它本身在你的理解当中 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这个目的 这个就是它的目的论 我们英文叫teleology 就是希腊字那个telos的观念 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拥有政治的目的是什么 就我也是在谈老百姓要能够活得安和乐利啊 那么当然就对于这个政治上 就觉得评价会比较好 那这个观念在哪里都不例外 那这种观念就是叫正义 就是这个观念变成这个样子 老师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真的真的想要问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希望老师可以花一点时间 帮我们做说明 这是一个方法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是辩证 其中分为哪一些派别 那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应用 我想刚刚经过那些话题的讨论 大家都应该很明显感觉出来 就是一个辩证的一个呈现 那我在访问之前 其实有跟老师做一些讨论 那那这边说的辩证是dialetics 就是追求真理的一个过程 那我自己也稍微做了一些研究 然后他好像粗略的分为三个派别 什么设问法 唯心唯物什么 我不晓得我讲的对不对 老师你可以帮我纠正一下 对 好 这个我们哲学在进行的过程中 是强调的方法 是有标准答案的 不管是唯行唯物啊 不管是干什么的 不管你是归纳也是演艺啊 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我们的重点 就是要论证 论证 就argue 那你论证所依附的方法呢 就是辩证法 所以辩证 就是the method of dialectics 这个辩证法呢 当然你讲的就是dialectics 里面 为什么这是唯一的方法呢 因为呢 这个在辩证的应用上来讲 这个中文的翻译上 因为大家辩 就会觉得辩论的辩 辩证的话呢 就是证明 就是觉得说 一定要像孟子讲的真理越辩越明 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没有越辩越明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呢 用语言呢 相互沟通 互相质疑啊 辩证里面当中的那个关键 那个argue就是我否定你你否定我 你可以听得出来 一个真正的好的哲学家 一个好的哲学会议 通常就是直接那个发问的人 听完演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I totally disagree with what you say 常常会出现这种方式 先下马 因为这种否定的方法 让人家就是那个讲者会非常vigilant 他就会发觉说 你要批评别人 你一定要能够说出来别人的重点 内容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所以这个 说出来别人的思想跟内容 然后你很清晰的透过语言表达出来 那么所出现的一个结果 就是他一定要用很清晰的语言来回答你对他的批判 所以这个互相否定的过程就叫做论证 argument 所以说这个辩证的过程 其实讲起来是跟我们那种相怨的传统是不太一样的 就跟那个就是说讲好话啦做好事啊存好心啊 跟这种三好原则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这种否定的方法是来自于苏格拉底 这种否定方法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Ellenckes E-L-E-N-C-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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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说 只有在否定的观念下 才能够让我们的思想能够深入 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个人慢慢内化了这个精神 我们因为喜欢讲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不喜欢照本宣科 比如说Patrick你问的问题真好 我这个都不太懂 你现在问的问题 我如果讲不对的话 你随时纠正我 我们没这一套 我们一开始就讲 你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讲这个意思 如果是这个意思 你就犯了如下等等的错误 因为这种方式 在否定的情况下产生的压力 让你不得不思考 我刚刚说过 我今天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定义哲学 就是一个思考的活动 那你怎么样逼人家思考的 一般人人没事干 他不思考的 那就是被否定 你觉得难过了 你就要思考 对吧 就是说是这个 我们通常来讲 我们认为是这个 启发是heuristic 然后这个互相辩论 就是说要能够让大家 彼此之间 言论上是有冲突的 其实你刚刚问了我很多 有关于民主制度应该如何进行 到今天为止 我们最肯定的还是古希腊 以雅典城邦的这种 这种辩证的精神 其实就是相互否认的精神 所以说你在这个 如果你看到一片祥和 好像天降甘霖 这种观念的话 这不是正常的政治 是大家不说话的结果 你希望大家说话 就是要有冲突 那才会有对立 有对立就有立场 有选择 是这个意思 是老师你刚刚讲到古希腊 我不得不联想 到后来他在波罗巴尼沙战争 跟斯巴达的冲突 最后还是被打飞了 哎呦 我跟你讲 如果你读了那个 Tussidutus 修其迪德写的 波罗巴尼沙战争的过程 那你就要知道 就是说政治有很多地方 是让人很无奈的 这个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政治为什么让人觉得很无奈呢 就是因为讲求自由 讲求这种民主的雅典 终究不敌那个讲求全民皆兵 军国主义的斯巴达 这个结果也就是如此 但是当中的细节 大家都觉得很遗憾 不过遗憾是遗憾 他实际的情况也就是 至少在这个书的记录当中 是这个样子 对吧 是 是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呃 院教授的分享 那 谢谢 谢谢Patrick 我知道院教授本身 也有出了两本书 应该是更多 但是我知道是两本书 求真与求善 各分别是两本书 现在在 伯克莱 成品与金石堂 现在都可以做购买的动作 所以大家都有兴趣 都可以上 这个网络书店做购买的动作 那他们也有推出电子书的这个方案让你选择 另外呢 呃 院教授在Facebook上面是有一个 呃 应该是应该是独立经营的这个 的这个专业哦 好那我们今天当然提到所有资源和连结 我们都会整理出来放在show notes当中 供大家去查询哦 那今天我们讨论一些我个人比较关注的问题 或许你不干 或许你不是很关注 但是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当中的问题 其实远远不止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东西啊 不管是关于堕胎权啊 或是LGBTQ 呃 的这个的这个认定问题啊 以及呃 我我丢出一个还还蛮有趣的东西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最近在这个呃 美国也不是最近啊 前几年呃 就有一个在美国的自由搏击圈 呃 有一位男性去做了变性手术 进而参与到了女性的自由搏击禁忌当中 那显而易见的是 他只是他他直接把那些女性的竞技者 全部给骤飞了 因为事实上他的他的他的身体的能力 还是属于一个男性的能力 男性的女性在生理构造上面 以及以及肌肉的表现方式上面 还是有差别的 这点是不得不承认 这是科学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这个问题哦 就是自我认定是一件事情 我也很支持 但是你你你如何去界定说 OK我今天自我认定自己是女性 但是我我今天就去参与到 我本来是一个男生 但我参与到女性的竞技赛事当中 还蛮有趣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哲学提供了我们思考的方式和方向 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某一派的说法 但是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 有机会完善自己的想法 然后完善自己的观点 那这个的前提是大家需要有对话 可以辩论 你可以在茶余饭后的时候随便挑一个题目来大家 大家来讲一讲 你可以跟自己的女朋友跟自己的老婆 算了不要跟女朋友不要跟老婆 可以跟你自己的朋友 这个有婚姻生活的问题 跟自己的朋友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 我常常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饭局当中最高潮的部分 我觉得蛮好玩的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成 来真正在社会议题上面完成人与人的共识和连结 那今天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院教授 好 谢谢Patrick 谢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